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确认起来周期也极差 难以确认这中间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人甚至觉得是黑棋军的细作趁着临安局势动荡 又以假情宝来搅局 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各种各样的揣测之中 总的来说 这消息还没有在数千里外的这边掀起太大的波澜 人们按耐着想法 尽量地不做任何表述 而在真实的层面上 在于人们还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消息 去年年底 西南之战俄里里被杀的信息传来 人们还能做出一些应对 并且在不久之后 黄明县便被攻破 西南金军也取得了自己的成果 一些议论随即平息 可到得今天 黑棋军真的能击溃女阵 不是说 军军以西朝廷为最强吗 完颜宗汉这样的传奇人物 难不成言过其实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完颜宗汉到底是怎样的人 西南到底是怎样的状况 这场战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模样 各种疑问在礼善心中盘旋 思绪躁斗难言 马车一路驶入右向府邸 军社的众人也陆陆续续地到来 人们互相打招呼 说起城内这几日的局面 几乎在所有小朝廷涉及到的利益层面 军社都拿到了大头 人们说起来互相笑一笑 随后也都在关注着练兵征兵的状况 只有在很私人的小圈子里 或许有人提起这数日以来西南传来的情报 作为吴启梅的入室弟子 李善在军社中的地位不低 他在师兄弟中虽然算不得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与其他人关系倒还好 大师兄甘凤林过来时 李善上去攀谈 甘凤林便与李善走到一旁 寒暄几句 但李善稍稍提及西南的事 甘凤林才低声问起了一件事 当年在临安 李实力认识的人不少 与那李平李德馨听说有过往来 不知关系如何 李德卿在临安时我确实与其有过来往 也曾登门讨教数字 李善皱了衝眉 一时间不明白甘凤林问这件事的目的 事实上 吴启梅当年隐居养荒 他虽是大儒 弟子众多 但这些弟子当中并没有出现太过精彩绝艳之人 当年算是高不成低不救 当然如今可以说是奸臣当道 怀才不遇 那李平李德馨与宁义的角力 当年不知为何闹得沸沸扬扬传得很广 自他在临安城中办报纸后 名望提升极快 甚至足以与吴启梅等人相提并论 李善当年本就没有什么成就 姿态也低 在临安城中到处走访学习套关系 他与李平姓氏相同 说得上是本家 几次参与集会 都有过说话的机会 后来拜访请教 对外称得上是关系不错了 但在吴系师兄弟内部 李善通常还是会撇清此事的 毕竟吴启梅辛辛苦苦 才攒下一个被人认同的大儒名声 李平黄狗小儿就靠着与宁毅吵了一架 便隐隐成为了儒学领袖之一 这实在是太过孤名钓鱼的事 跟宁毅吵架有什么了不起的 梅公甚至写过十几篇文章 施责那士君魔头 哪一篇不是洋洋洒洒 雄魂高论 不过世人无知 只爱对低俗之士瞎起哄吧 施力与那李平都聊过些什么 李善有些为难 大多是学问上的事吧 我初次登门曾向他询问 大学中诚意正心一段的问题 当时是说 李善将双方的交谈稍作复述 刚凤铃摆了摆手 有没有提起过西南之事 西南 何事啊 李善耸人而尽 眼前的局面下 有关西南的一切都很敏感 他不知师兄的目的 心中竟有些害怕说错了话 却见对方摇了摇头 老师诛过调查西南状况 奔凤铃坦白道 前几日的消息 经了各方印证 如今看来 大致不讲 我等原以为西南之战 并无悬念 但现在看来 悬念不小 往日皆严 年汉屠山位 总天下难得一败 眼下想来 不知是严过其实 还是有其他原因 另一方面 这数年以来 我等对于西南所知甚少 故此 老师着我调查 与西南有设置人 这黑骑军 到底是何等凶残之物 世军之后 到底成了怎样的一个状况 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 如今 宗戴心中有数 这两日里 我找了一些情报 可更具体的 想来知道的人不多 李善心中 一样的敌人 了解女真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 却不愿意了解西南 形成这种局面的理由太过复杂 分析起来意义已经不大了 这一次女真男争 对于女真人的强大 武朝的众人 其实就有些难以衡量和理解了 整个江南大帝在东陆军的进攻下沦陷 至于传说中更为强大的西陆军 到底强大到怎样的程度 这么难以以理智说明 对于西南会发生的战役 实际上也超过了数千里外 水深火热的人们的理解范围 也不需要过多的理解 总之 珍汗这支天下最强的军队杀过去以后 西南是会完全覆灭的 但到了此时 这一切的发展出了问题 临安的人们也不由得要认真地理解 和衡量一下西南的状况 经过发生了什么事 张汗真的还算是如今天下第一的名将吗 在传言之中 功高震主的女真西朝廷 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 有关于女真的这些传言都是假的 西陆军实际上比东陆军战略还要低 那么是否也可以推测 有关于金国会内讧的传言 实际上也是假消息 这一切都是理智分析下可能出现的结果 但假如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有另外一种解释 假如女真的西陆军 真的比东陆军还要强大 假如张汗真是那位纵横天下 建立起金国半壁江山的不败名将 假如女真的完颜西影 银树壳 巴黎素 韩启仙 高庆义 等许许多多的人 真的仍旧有当年的谋略和勇武 假如有极小的可能存在这样的状况 那么这几年的时间里 在人们不曾过多关注的西南群山之中 由那士军的魔头建立和打造出来的 又会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呢 那便如何统治 如何练兵 如何运作 那支以少数兵力击溃了女神最强部队的队伍 又会是怎样的野蛮和残暴呢 由冷汗从礼善的背上浸了出来 清冷的水滴自屋檐落下 回过头去 熙熙丽丽的雨在院子里降下来 相府的各处 诸位过来的大人们仍在交谈 端茶倒水的下人 小心翼翼地走过了身边 自西南战事的消息传来后 灵安又向府中 军社的成员已经联系几日在私下里开会了 对于灵安朝堂上 包括礼善在内的众人来说 西南的战事至此 本至少像是意料之外的一场 无望之灾 众人原本已经接受了改朝换代 经国征服天下的现状 当然 这样的认知在口头上 是存在更为迂回 也更有说服力的陈述的 西南的战况 是这场大乱中横生的变故 人们因而不得不思考 一些他们原本已经不愿意再去思考的事 有关于灵安小朝廷成立的理由 有关于详经的理由 对于众人来说 原本存在了许多叙述 如坚定的详经者们认同的是 三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兴替说 历史大朝无法阻拦 人们只能接受 在接受的同时 人们可以救下更多的人 可以避免无谓的牺牲 由此推演 虽然女真人得了天下 但古往今来治天下 依然只能依靠儒学 而即便在天下亲父的背景下 天下的人们也依旧需要儒学的拯救 儒学可以教化万民 也能教化女真 故此我被儒生 也只能忍辱负重 传扬道道 当然这样的说法过于高大上 如果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之间谈起 有时候或许会被不识时务之人嘲笑 因此时常又有徐徐徒之说 这种说法最大的理由 也是周折到周庸治国的无能 武朝衰弱至此 女真如此势大 我等也不得不虚予悔疑 保留下武朝的道通 至于为何不遵周军武为帝 那也是因为有周折周庸 车舰在前 周庸的儿子热血 却又愚蠢 不识大体 不能理解大家的忍辱负重 以他为敌 将来的局面恐怕更难振兴 事实上若非他不遵朝堂号令 势不可为却仍在江宁称帝 期间又刚毕自用地改制军队 原本汇聚在正统麾下的力量 恐怕是会更多的 而若不是他如此极端的行为 江宁那边能活下来的百姓 恐怕也会更多一些 其实细想起来 如此之多的人投靠了临安的朝堂 何尝不是周军武在江宁 镇江等地改制军队惹得混 他将兵权完全收归于上 打散了原本众多世家的嫡系力量 驱逐了本来代表着江南各个家族利益的 中上层将帝 部分大族弟子提出建言时 他甚至不由分说要将人驱逐 一位帝王不懂权衡 刚必自用至这等程度 看起来与周折周庸不同 但愚蠢的程度 何等类似呀 他在江宁称帝 最终却扔下江宁百姓突围而出 令得江宁数十万百姓惨遭女真的杀戮 他靠着众人的帮忙突围成功 之后却只是宠信岳飞 韩世忠等几位军中将领 弃众多大族利益于不顾 周军武已然重判清理 武朝的道统归若烛火 将这道统保留下来的自己这些人 苦心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呢 无论如何 灵安的人们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理由很多也很充分 假如没有恒生知己 所有人都可以相信女真人的无敌 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不得不如此的正确性 不正自定 但随着西南的战报传到眼前 最糟糕的情况 在于所有人都觉得心虚和尴尬 假如女真人并非那样的不可战胜 自己这边到底在干些什么呢 西南让女真人吃了饼 自己这边该如何选择呢 秉承汉人道统与西南和解 自己这边已经卖了这么多人 人家真的会给面子吗 当初坚持的道统 又该如何去定义 若不和解 义无反顾地投靠女真 自己口中的虚与尾仪 人主腹中还站得住脚吗 还能拿得出来说吗 最重要的是 若西南有招一日从山中杀出来 自己这边扛得住吗 面对一个势大的敌人时 选择是很好做出的 但如今西南展现出 与女真一般的强大肌肉 灵安的人们 便多少感受到了 处于夹缝中的忐忑与尴尬了 与之后世如何 昏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1036集 坠序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天地为红路 人情盛世好烦 现波澜 把刀雪剑情乱 以为阴魂雪苍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